因为大家知道这个XO的这个成员们各具特色 那下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男神特质大调查 男神特质大调查 我们是这样的会不得揭晓一个个的特质 然后你觉得你符合这一点的话 就往这个台子上站 男神特质大调查 特质一 男神要很谦虚 XO的成员里面最谦虚的是谁 有这个决定就不谦虚了 这位小骄傲一个人站在上面你孤独吗 守护要说 男神是谦虚的 所以这里不上去的人 真的谦虚的男神 有道理 那边有站到很后面了 小骄傲 你怎么解释 你谦虚但是又走上来这件事情 因为我答应了一个姐姐说 没事就往上冲 哪个姐姐出发呢 因为她很内向 我就说她那个可以做 而且好 这一题答案就出来了 除了累之外呢 整个团都很谦虚 对不起 累我害了你 一连累了累 小赵 那是谁最谦虚的 代表累 XO是圈内有名礼仪满分的人气偶像哦 特别是她 累更是出了名的礼貌先生 她诚意满满的问候 无处不在 低头玩手机时 后场时 各位 大家好 哪怕隔着50米 也要立刻送上 诚意满满的问候 对于累来说 行李五次可是基本配备 不幸你也来数一数 哪怕众人散场 她的礼貌也不嫌多 更有贴心照顾每一位粉丝 360度无死角的温暖问候 这样礼貌满分的你 那份感恩的心 我们都深深感受到哦 好重的 这个50米真的赢了 其实鞠躬它是对于大家的一种恭敬和感谢 你像这么多粉丝 我没办法一一跟每一个粉丝去沟通说话 但是我能知道 他们每一位粉丝来到这里看我们XO 都是特别的不容易 希望以这个鞠躬代表我对大家的感谢而已 然后做了做了就成为习惯了 习惯了以后就 不会觉得自己鞠了很多工作 但是看了事情挺多的 咱差不多都每个人都鞠到了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跟娜娜就是在这个舞台 我们元宵晚会的时候 他们中间不是有那种组合之间交换吗 就是K队跟M队交换 然后等于蔡列跳完了很帅那样 就很帅的跑下场的时候 突然看到我跟娜娜那样 一边激动一边跑 你对不起的 小小该我们的XO 欢迎你们 好看什么呀 红少王自己跳完 边激动 边跑边激动 好我们谢谢XO给我们的年轻人带来这么好的榜样 谢谢加油 谢谢加油 好我们看下一个 男神特制大调查 特制二 男神要敢秀自己 喜欢秀自己的 爱嘚瑟的 请往这个舞台上走 又是你们俩 绕了一圈回来了 都来了 应该都来呀 都来吧 都来了 应该都来呀 你算是 我是翻译 你是翻译 先问一下 陈算是自己上来的 그런 건 잘 모르겠지만 저는 제가 하고 싶은 말은 꼭 해요 这是勇敢的说 那博贤 你是不情不愿被推上来的 你觉得你自己 喜欢秀自己呢 我会认识的样子 哈哈哈 그냥 멤버들이랑 있으면 啊 모르겠어요 我表现 他只要跟我们在一起 他就是一个气氛的Maker 但是博贤你刚才是因为太久没说话 嗓子堵住了 你要多说两句呀 太久没有气氛 那我们 参列是自己走上来的 对 对 你觉得自己最值得秀的是什么 저는 제 목소리를 많이 들려드리고 싶어서 그래서 얘기를 말을 많이 하는 것 같습니다 哦 因为你觉得你的声音很好听 对 声音的慢音 Solo一句 你的歌声 Look into your eyes Butter butterflies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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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世勋 啊 啊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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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你爱秀什么 不是 不是 你爱秀什么 你爱秀的是什么 저는 我拿完蛋就饿了 哈哈哈 加特拉的 对对对我把他拉上来的 拉上来的 拉上来的 为什么拉他上来 就是天生丽丽 哈哈哈 他就是觉得帅 天生丽丽 就是他讲的 必须要秀是不是 就是要秀啊 所以他跟陈上来的原因是一样的 是的 门面担当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上一题 剩下那些都是谦虚的孩子 哈哈哈 好啦 谢谢 好 陈达回来我们看一下短片 到底我们官方认证的 具有爱秀自己特制的男神会是谁 各位请看 判列陈 判列XO 门面担当 你以为他酷炫狂甩 其实 他可爱无敌 无论何时何地 你看到的他 永远是这样的 别人打招呼都这样 只有你 没看错的话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都是你吧 陈 每次出现 他扑面而来的时尚感 总能第一时间 抓住你的眼球 而他的时尚命绝就是 手拿包 哇 时尚力气三首 想不吵都难 手拿包 他那个剪刀手好像是要捡去捡成的手拿包 我觉得男生愿意拿手拿包的就真的是 要有自信 很难驾驭的一种包 这是陈的包 这是你的包吗 陈这是你的包吗 最近你最常用的是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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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它 这些图表 哪一个 这些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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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这些图表 这些图表 我想请秀敏 因为我觉得秀敏是Q的那种 可爱的那种 看你能不能驾驭成的手拿包 这什么 我想请参列 参列你有没有可能同时拿手拿包 同时还剪刀手 你该不会这样拿吧 这都可以 他做到了 这种三个手持拿包好难 好好 我们看最后一个特质是什么 来看一下 男神特质大调查 特质三 男神要有力量 谁 谁是力量 又是丁 又是丁 丁敏终于来了 开我觉得你是有力气的人 你长得就是很有力气 你跳舞也很有力气 陆寒你来干嘛的 他来翻译 我被拉上来 你被拉上来 你跟我差不多 先问一下开好了 你觉得你是有力气的男人吗 他说他虽然手部力量固然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是心理的力量 对 回来 不好意思啊 他都拉不上去 陆寒为什么 他们俩就是在组合里面不算是个子高的 但为什么大家都公认他们是力气大的 一个真的力气很大 还有一个是打人很疼 他用技巧可以让你窒息 我们先来看看短片到底是不是这个我们迪欧跟秀明 好吗 来我们请看Vistia 男神特制三 有力量代表秀明的帝欧 各位可千万别被这可爱的长相迷惑 他们可都是大力王 秀明必杀技 摆手腕 看看这边不苦挣扎 再看看那边 气定神仙 天呐 你这是在扳手腕还是在摇波浪鼓 能不能尊重一下对手啊 迪欧被杀技 数不数 要说这招杀伤力有多大 先来听听这位受害者的哭诉吧 看看两位小白鼠的痛哭表情 哇 迪欧 你可真是深藏不漏啊